非常嚴重 照理說共產黨就是為工人謀福利 才創立的政黨 共產主義就是要這個分土地 然後要打倒資本家 結果現在在中國嚴重的裁員 可以說是非常的諷刺 但是他也是無奈 為什麼無奈呢 因為現在這個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 這個對補教業 這個房產 這個是優先開刀的 所以這個房產 你一個人很多房產 這個不利於共同富裕 那補教業基於很多因素 我們節目也討論過 這個包括了增加家長的負擔 拉大家庭的貧富差距 所以這個現在是被團滅的 現在這個服務業 我們可以說房產補教 剛剛講跨境電商 這個廣義上來講 在社會比較算是服務業 現在在中國狀況很嚴峻 失業人數很多 可是服務業另外一頭製造業 狀況也很嚴重 為什麼 因為現在限電 現在這個根據媒體的報導 然後臺灣許多的廠商 在中國的投資 這個投資的產業鏈 有七個主要的企業 這個產業鏈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重點為什麼 就是因為限電 他並不是說我已經準備好了 有什麼替代的方案 所以才要減低這些耗能的工業 要減低這些既有的生產業 把它轉換到另一個產業 並沒有這麼好康 它是完全是出於能源的問題 電網的問題 內部電源這個發電 這個產銷 這個不能夠均衡的問題 在這些問題之下 所以可以想見 這些問題不是單純 他用那個政策手段 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現在中國你看冬天到了 馬上這個民生用電 工業用電都有很大的問題 工業用電的問題 就影響他出口的接單 然後民生用電的問題 不只影響他國內的民生的消費 甚至說我們講說 為什麼現在小粉紅發文都減少 為什麼沒有電 手機這個電腦都沒有電 民生消費也影響 所以進一步 這個會不會影響到 他政治的穩定 影響到他這個習近平進一步 對他政策的規劃 這個我們要密切觀察 現在來講缺電危機 他們說一方面跟國外買電 可是國外買電 這個現在來講 有多少國家 有多餘的大量的電力 可以彌補他這個缺口 也是很大的問題 這個盡量跟國外收購 能源 煤礦 天然氣 這些現在國際上 這些東西的價格 已經很高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縱使買得到煤 買得到天然氣 但是也一定墊高 他的生產成本 所以這個對中國的 這個產業發展來講 恐怕現在這個 所要面對的困難 其實是非常大 聽到有人講的是 開二停六 公二停六 空二停五 或公三停四 還有公一停六的 或者是 那就是你一個禮拜 只有一天 或者是你一天 給你九小時 但是你是晚上 到第二天早上七點 才能用電 那工人都在打瞌睡 那什麼去開電 但是中國就是這樣子 其實這裡面的狀況 給小粉紅 像黃安這些人 另外一個理由 也許他們是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要加入CPTPP 當如他們加入WTO的時候 用了低標準去扣官 說他們是未開發國家 所以他們現在也是未開發國家 所以他們才是 要假裝成未開發國家 假裝成未開發 真正狀況是什麼 他們剛剛不是有講到說 上市前電 你記得上市前是什麼時候嗎 一月六號今年 突然一個寒流吹下來 北京零下十七度 北京開始停電 一路到上海到深圳 關鍵在哪裡 就是他們有六成的東西 是藍煤 那藍煤電廠 然後他們去年的時候 就開會 他們十二月十五號的時候 中共發改委 還召集了十大電力公司 說了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澳洲的電 他們你們撐得住撐不住 他們在習近平主義 習近平思想指導下的 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 電力政策下說可以 所以他們十二月十五號之後 一月七號就限電了 現在開始 又開始那一段狀況 因為現在澳洲的煤 澳洲的動力煤在國際上 成長是百分之 一百五到一百五十八 然後全世界都在搶 印度也都搶了兩千萬噸 中國現在沒電 他們要去找俄羅斯 然後找俄羅斯 所以東北就說 跟俄羅斯用電網 可是俄羅斯的電網 要鋪設起來哪一天 所以我是覺得 中國現在就是 習近平思想主導下的一切 一天打垮一個產業 這是國際媒體 說習近平現在在做的事情